我们准备咯 好 我们第一堂课 帮同学们带到古典 然后 古典的时候 我们有带到 债券市场 然后可贷资金 供给跟可贷 资金需求 它就是古典学派的 利息 理论 它跟债券市场 债券供给跟债券需求 两者可以合并在一起 来做求解的动作 这个题目到现在 还是会考 上次我们举几个例子 举几个例子 预期通货膨胀上扬 或是预期通货膨胀什么跌 下跌 这个例子有没有举过 有 至少举两个 我记得有一个例子是 比如说股票市场 预期未来股票市场 不是乐观的 会怎么样 对不对 我们至少举几个例子 两个 这种题目你一定要会 这种题目你的分析方式就是 我要用债券供给 还是债券需求来求解 还是说我要用可贷资金 供给还是可贷资金需求来求解 这你要很清楚 这你要很清楚 唯独啊 我们离开古典之后 我们就进入凯因 进入到凯因 这个地方就不一样了 他决定利率不再是 储蓄投资 就是不再是可贷资金供给 不再是可贷资金需求 不再是了 而是货币供给跟货币需求 来决定利率 我想这是两者很大的一个差异 我在第一堂课 是不是有分化给同学们 去了解这两者的差异 可以吗 毕竟金融体系市场里面 有一个变数很重要 那个变数叫利率 利率是一个很重要的变数 OK 我们后面会一直环绕在利率 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就离开古典了 进入凯因师 那我们凯因师 在银行考试里面 我们分三个层次 简单凯因师 修正凯因师跟 完整凯因师 可是你要很清楚知道 你们的考试是落在 修正跟什么整 完整 可是我会让你修正跟完整 能够很清楚了解 我还是必须带一下 简单凯因师 好不好 这是我们今天第二堂课的重点 我们来看看 来 请 来 请 我上次有跟同学们提到 提到有 就是前阵子有在考银行 知道吗 有吗 你们知道吗 前阵子吗 对不对 考银行的 我记得啦 他那个叫做全国的群组 上面有四百多人 的那个全国群组 就大概有八个同学吧 当然不是代表每一个人都会去考银行 八个同学来问口试 后来是六个同学又考上 然后昨天又 另外两个是没有上 对不对 就是前一个档次的 但是昨天是赵峰的放榜 所以那两个没上的其中一个 那个男生 怎么样 赵峰就上了 所以他本来礼拜天还在紧张说 好像不知道哪一间吧 一银的样子 他就很紧张 我看他八成怎么样 还会去吗 还会去吗 八成大概就不去了 那还剩下一个同学 来 我们来看这里 所以 银行最后能不能考上 都不是在笔试 是在什么 口试 所以你上这十堂课 不仅在学笔试观念 你正在 更在学习口试 对答的内容 知道吗 这东西重要不重要 这就是关键啊 OK 来 看这里 好了 到时候有通过再来找老师吧 来 请看这里 我们凯因师啊 分三个类别啦 一个叫 简单凯因师 一个叫 修正凯因师 ISOA 一个叫 完整凯因师 ASAD 我们把它分三 这三个层次 这三个层次 好 那 这三个差在哪 你要注意听 因为 景气叠到谷底 出现简单凯因师 那时候叫百叶什么条 萧条 所以 绿绿啊 一直跌跌跌 你知道景气不好 绿绿会往 往什么 往上还是往下 往下 因为要刺激景气 跌到不能再跌了 绿绿变什么数 长数 不动了 景气不好的时候 物价会 下跌 没有人买 结果跌到不能再跌了 变什么数 长数 至少你看到 绿绿物价都什么数 长数 可是到了修正凯因师 景气开始回温了 绿绿变什么数 变数 但是没有完全回温 物价还是什么数 长数 可是到了完整凯因师 景气就真的完全回温了 这个时候 绿绿物价都变什么数了 变数 至少这个逻辑架构 你一定要有 这个大脑里面 一定要装这样的思维 这样的逻辑思维 一定要具备 一开始我们 你不能说我要学这个 结果你这些观念都没有具足 这样也不行 这样也不行 好 那我们接着来 那简单凯因师强调什么 来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先带一下好了 简单凯因师强调的是 总什么求 总需求 因为古典强调供给 凯因师强调需求 这个总需求的思维就是 C加 I加 居家 X-M 商学院的同学 应该都会有这种想法 也就是说 一个经济体的总需求 来自于消费 投资 政府支出 出口减什么口 进口 其中哪一个占的比重最重 消费 占的可以说达六成的比重 都是消费 好 所以凯因师重视的是这个总需求 他认为有总需求 自然就会有总供 企 所以他喊的口号叫做 需求创造 企 跟古典刚好什么反 相反 我想这个观念慢慢去建立 那 好 这是我们 我们现在在讲凯因师 简单凯因师 凯因师中的简单凯因师 那我画一个图给你 我们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来探讨 简单凯因师 因为真的 要在这里定个考题的几率也不大 来 这是Y 这是总需求 这几度 45度 好 凯因师 45度 好 那我在这个地方 画一个 总需求曲线 AD0 总需求曲线 AD1 好 然后呢 我在这里画下一个虚线 我在这里也画下一个 虚线 这个总需求呢 AD0 C0 这个是C0加什么 I0 各位 这个就是投资 各位 这个就是投资 这个就是投资 这个高度就是投资 可以吗 好 那 那我们来看 来我们看这个 这里是不是产出所得 这里是不是产出所得 假设我称它叫Y0 好了 OK 那这个是Y0 那这里也是什么 你看我手比的 是不是也是Y0 对不对 是不是有Y0 那Y0减掉这叫什么费 消费 我们看到我手比这叫消费 那一般 我的可支配 我的可支配所得减什么费 消费 剩下叫什么序 储蓄 所以这一段呢 就是储蓄 好 这一段呢 我们称它叫什么 储蓄 可以吗 一样 这是不是产出所得 跟这个产出所得 45度 45度 是不是1比1 减什么费 消费 所以这一段也叫什么序 储蓄 一样 来一样 你看哦 这个45度 45度 所以这个是 这一段跟这一段什么等 这一段跟这一段会什么等 像的 你看起来不太像是 因为也许我这没有这么45度 来 所得 减什么费 消费 所以这一段叫什么序 这一段是不是叫储蓄 对不对 好 我再讲一次哦 你看 你光整个总需求 从AD0到AD1 上涨的高度 是不是多了一个I0 I叫什么之 投资 所以这个高度 这个高度 这个高度 这个黄色高度 叫什么 投资 现场同学 应该没有问题吧 应该没有问题吧 这种逻辑能见度 有没有 有没有 有哦 真的有 这个这段剧叫什么之 投资 因为刚好是投资什么家 增加 好那现在来了哦 你要看哦 来 这个Y跟这个Y会什么等 相等 因为几度 45度 好 那这是Y 这消费 那这叫什么序 储蓄 再讲一次 这是Y 这是消费 老师 这个为什么是消费 你就要看过去啊 你不要 你不要盯着在那边 看 看不到东西的 我在改变你们 接收讯息的方式 懂吗 你要扩大你的延展性 来 这是不是可自配所得 这什么费 消费 来这段什么序 储蓄嘛 来 可自配什么的 所得什么费 什么序 储蓄 来可自配什么的 所得什么费 所以这段叫什么序 储蓄 好 所以这个图大致上 你先把这个关键点找到 来 你不用画这个图 你看得懂就好 因为不会考 有同学超到一半 听到不会考 马上要停下来 不对 你看懂 他对你往后 这个有没有帮助 有帮助 重点是在这里 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告诉你 你们的考试 不会考这个 懂吗 来 看这 来 那我问你 我这里有Y0 我这里有Y1 我这里有Y2 来 今天上课 第一个小小重点 当我产出在Y0的时候 你会发现 想要投资的人很 很少 想要投资的人很 多 想要储蓄的人很 少 所以市场上 弥漫什么氛围 投资的氛围 对不对 那产出所得就容易什么家 增加 那你看这里 想要干嘛 想要储蓄的人很 多 想要投资的人很 少 那产出所得自然什么少 减少 直到有一天到Y1 对照上去 什么跟什么相等 投资跟储蓄什么等 相等 原来凯因斯模型 如果要产生均衡所得 它的背景条件一定是储蓄跟投资会什么等 相等 但是我们这里呢 不讲储蓄不讲投资 我们称它叫 育宁储蓄 育宁投资 育宁就是计划当中 还没有实现 就像在座每个同学都要拥抱金控 对不对 到时候你的自我介绍 就算跟你不搭嘎 你也说我这辈子超级 你义银 你华南 你照风 你台银就是我要的 我心中没有别人 是不是 讲的真的是 会跟实际完全相反 所以从报道那一天之后 你就会发现 是什么 幻灭的开始 因为进去就是要工作嘛 工作你会遇到很多人失误嘛 有些人会好心教你 对不对 有些人在教你的时候跟教小弟一样 有没有遇过 都有遇过嘛 所以你不要因为考完试之后 就觉得里面的人都是很友善的 你太天真了 懂吗 这是人的世界 大家 这种属性的人也会考进去 知道吗 所以我常讲 如果你能够把心态正确 考上也没什么了不起嘛 只是多了一个工作权而已 你再去准备它 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得失 你在自我介绍 你也不会把它捧得很高 把它当太上皇来看 它根本没什么了不起 我来给你面试是给你机会 好不好 是不是 是让你知道有这种人才 我们遇到的学生 全部刚好什么反 相反 好想上 好想上 好紧张 越讲越说 对不对 那一定上不了 懂我在讲什么吗 这个心态很重要 来 看这里 这里的储蓄叫什么储蓄 育林储蓄 这里的投资叫什么投资 育林投资 为什么讲育林储蓄 育林投资 很简单讲 还没有实现了 你们有没有学会计 会计账上的每一笔数字 每一笔金额都代表什么 以实现嘛 对不对 是不是以实现 不是有个什么规定吗 以实现以赚的 还有什么 是不是 还是你们学会计 跟我不太一样 对不对 可是 这边只是指上谈兵探讨的 就像你要考银行 你是预计当中实现了没 没有 所以 我们的投资 称他叫 育林投资 我们的储蓄 称他叫什么储蓄 育林储蓄 所以我们的均衡所得 Y1 背后隐含 育林储蓄 等于 育林投资 你要会 不太会考 考的几率不到百分之 一 我为什么要讲 我就告诉你 这叫什么痕 均衡 所以等到我在讲 修正凯因斯的时候 均衡你懂不懂 懂 我在讲完整凯因斯 均衡的时候 你会不会懂 会 背后都隐含 育林储蓄等于 育林 你不会横空突然 跳出一句话 我这里都不讲 来我们看这张 来没时间来 敢看这张 来均衡是育林储蓄等于 从哪来 懂我在讲什么 你不能理所当然 你会突然间横空 突然间跳出个东西 就对他来 你会不踏实 知道我在讲什么 但是因为他 不会特别为他来考 从这个图 你可以很清楚知道 均衡所得出现的时候 背后隐含 育林储蓄等于 育林 投资 这是第一个观念 可以吗 简单凯因斯总共五个观念 我先交给你两个观念 第一个观念 储蓄价 育林储蓄 投资价 育林投资 均衡所得 Y1出现的时候 代表育林储蓄等于 育林投资 OK 来 五个观念 先交给你们两个 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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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 第二个观念 来 我们把这里插掉 考什么我会告诉你 好 会考什么我会告诉你 来 我们把这里插掉 好 然后我也要把左半部 这三个小故事的差异 好 我要把它插掉咯 好 来 这也把它插掉 好 我简单凯因诗中 我有五个观念要送给你 其中我已经讲完两个 我要讲第三个 好 我讲第三个 节减矛盾 你听听看 如果每一个人都努力储蓄 是不是叫节减 那我们市场的总储蓄 应该什么加 增加 对不对 好 你要注意听 尤其你是跨科的 没有商学思维的 甚至你本身就是商学院 但你也没有商学思维 这很正常 好不好 现在很多学生都是这样 所以你要注意听 你才会讲出来东西是有料 好不好 你要扩大你的思考 好不好 考上才是真正学习的开始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来 注意听 什么叫节减矛盾 每一个人都很努力储蓄 个人都努力储蓄 努力储蓄 每一个人都努力储蓄 市场总储蓄 应该会什么加 增加 如果不增 甚至什么少 减少 我们就说它发生什么盾 矛盾 这叫节减矛盾 这个逻辑简不简单 简单对不对 你储蓄 他也储蓄 每一个人都在储蓄 结果市场总储蓄 没有增 加 甚至什么少 减少 是不是个矛盾 是不是个矛盾 是 那下问题来 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 这里有一个假定 我们在这一边 我们看得出 geen足复的东西 好 我们就说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假定 市场处于什么 未充分就业 也就是市场景气状态好还不好 不好 如果市场景气状态不好 就像过去的那三年 对不对 餐厅也没有开 也没有营业 要卖也只能卖便当 是不是 然后百货业也没什么人潮 因为大家都怕什么诊 确诊 等等诸如此类 那时候需求是非常不足 然后如果大家又不努力消费 又开始努力储蓄 最后经济会更好 会转好 还是会往下走 是不是往下走 所以注意听 当市场处于什么就业 未充分就业的时候 当市场 处于未充分就业的时候 个人储蓄增加 市场总储蓄 不增 甚至什么少 减少 我们就说 它发生什么矛盾 节减矛盾 可见 从这里 你是不是得到一个概念 就是凯因斯告诉我们什么 景气低迷的时候 大家应该努力 努力干嘛 是不是要努力消费 景气低迷的时候 大家反正要努力什么费 消费 要带头消费 它的概念是这样 好 那我用一个图 给大家证明看看 来 我刚刚在讲这个图 对不对 来 我刚刚在讲这个图 对不对 这个呢 是我的投资 这个呢 是我的 储蓄 好 那我把下面这个图 复制贴上贴过来 好 这个是储蓄 这个是投资 这个是储蓄 函数 这个Y0 好 这个 你可以把它 当成 均衡的时候 它是储蓄 也是什么 投资 好 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储蓄增加 这条线要往哪里跑 你想想看 储蓄增加 这条储蓄线 要往左还是 要往上 还是往下 要往左 还是要往右 我们来建构这个观念 好不好 然后这个地方 比较不一样 它这个地方是 投资 不仅是个常数 而且 会受所的影 想 储蓄函数 怎么走 我跟同学们 很简单 储蓄在哪里 是不是在这里 在这里 就是往这个方向 才叫什么 加 增加 所以储蓄增加 垂直看 是往上 S0 1到S1 垂直看 是不是往上 就是增加 但啦 水平看 往什么 往左 也是增加 知道吗 可是你千万不要 傻乎乎的说 增加就是往上 或往左 你就错了 你要看 问的东西 它在哪一轴 知道吗 知道我在说什么 所以以这个储蓄函数来看 增加是往上 或是往左 都可以 好 那这个时候均衡点 从A点 移到B点 结果你发现 储蓄 有没有增加 没有 反正固定在那里 对不对 所以它已经发生什么 接近什么顿 矛盾 对不对 来 一样 这个储蓄增加往哪里走 往上 往下 往左往右 往 上 对不对 或是往左都可以 对不对 来 这个是不是储蓄增加 A点到什么点 B点 S01到什么 S1 可以吗 S01到S1 可以吗 所以 各位同学 你会发现 储蓄增加之后 储蓄反的什么 减少 这个储蓄反的减少 所以称它叫什么 矛盾 节减矛盾 所以我用 来来来 你们都会错 我的意思了 这个会不会卡 不会 我要让你懂什么 我要让你从 你从这边得到什么 讯息 男孩 很简单 然后在这里给你一个 节减矛盾的观念 节减 有矛盾 为什么会矛盾 因为它的背景条件是什么 这一句话告诉我什么 翻成白话告诉我什么 景气好还不好 不好 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可是未来台湾金融界的精英 你懂吗 台湾以后金融界就靠你们了 是不是 我跟你讲 到时候给你们口试这些人都不是笨蛋 他在金融界打滚 我看一定有15年 15年的人绝对不笨 就算本来是笨 但因为磨练几年 15年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 熟能 生巧 他也会变聪明 但是你不要以为他是先天聪明 他是后天什么力 努力 懂吗 所以这些口试的人站在前面 他一跟你端详就知道你是什么料了 懂吗 你们一定要借我这个课程去改变你的气质 我讲气质不是真的气质 而是你内在的东西 你懂我在讲什么吗 不然你讲出来的话语真的会很没有吸引力 他就勾不上去 所以我告诉那些来跟我讲口试的人 我就是跟他讲关键字 你讲话意思吗 你要用那12分钟骗倒那个谁 口试委员打勾 然后你就考上了 从此就是痛苦日子的开始 因为你的内在都没有调整好 就要去金控里面磨练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